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胖七 现在在等着洗车呢 可能是昨天下雨的远古 今天洗车的特别多 那个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就是让小孩上重点的小学 有没有必要 昨天那个朋友跟我吐槽 说那个国家说好的鼓励生二胎呢 这哪敢生呀 就是养一个孩子的压力都已经够大了 因为我这个朋友 他家小孩今年该上小学了 这样2016年的时候 为了小孩能在这个县城上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 就是买了一个总价将近200多万的这个房子 当时买房子的时候 那个就是负责他们的那个经理 其实也说好了 只要买这个小区的房子 肯定是能上这个重点小学的 而且呢就是离家又近 教学质量也特别好 但是今年小孩该上小学了 却去不了了 就是这个小区里的这些学龄儿童 都上不了这个小学了 就要服从安排 然后说是要给大家调剂到一个比较偏僻的小学 但是就是他们了解了一下 那个比较偏僻的小学教学质量很一般 那家长呢肯定不愿意 现在就是500多个家长 就联名抗议 但是联名抗议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然后现在我朋友就决定去送这个孩子 去一个私立学校了 但是学费是挺贵的 一年就小学一年的学费是5万多 然后你要是加上其其他的 撒七撒八的什么书本费呀 这个班费那个班费 一年下来估计得6万多的 但是那个学校口碑确实是挺好的 就能让孩子得知体美劳全面发展一些 而且就是那些 那个私立学校的那些教师水平 也是有口皆碑的就是贵了点 你像平均到每个月的话 差不多就是5000块钱 两口就商量了一下 最后还是决定让孩子去这个私立学校 虽然贵是贵了点 虽然大人就是辛苦一点 但是还是为了让孩子能得到一个更好的教育 就感觉还是挺值的 而且我也是比较认同他们的这个想法的 我感觉今天聊这个 让孩子上重点小学重不重要这个话题 肯定会有两种声音出来的 就肯定有一部分家长会认为 只要孩子认真读书 随便哪个学校都是能把劲 都是相当优秀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家长还是会认为 就是自己辛苦工作赚钱 然后无非就是想让孩子过的 这个生活过得充实一点 受到一些优质的教育 毕竟说名师出高途嘛 然后我今天就是想用我的亲身经历 来表达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上这个重点小学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 我上小学的一到五年级 都是在我们村子里上的 就是村里的环境就不用说了 就单独说一下这个老师的情况 就是加上校长我们学校的这个老师师资力量 是不足十个老师的 不足十人的 然后呢是每个老师负责一个年级 然后基本上语文数学都是一个老师教 也是班主任 就在我一到三年级的时候 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 就考试基本上语文数学都能考一百分 因为当时负责我们的那个女老师是比较厉害的 然后教学经验也比较丰富 但后来就是因为她那个教学水平比较高 然后就被镇上的那个学校给高薪挖走了 然后剩下到我们那个四年级五年级就换了一个老师了 说实话他讲的那些课程 我们全班一共十八九个人 十八九个人都听不明白 我当时在我们班就是语文加数学 一共考个七八十分 在班级里照样是能考第一名的 然后就到了我上小学六年级 然后就是去县城上学嘛 然后我帮妈托关系 找的是一个街道上的小学 还不是那个重点小学呢 你当那个就是街道上的小学 你入学也得考试一下 人家六年级就有四个班 一个班差不多都五六十人 那些老师还有校长说 要考一下看看我的成绩 应该把我分到哪个班 结果一考试 有人加数学还不到七十分 好家伙 人家哪个班的班主任都不愿意收留我 然后就是后来校长出面了 就是把我分到一个差班 人家那个差班的班主任都不愿意要我 然后有一个老师 最后说了一个挺伤人的话 就说我这成绩 得让我退到四年级重新学习 我一听可伤心了 然后当时我爸也没有同意 因为他考虑的就比较多 首先是因为就是我是正常年龄上的小学 所以如果是退级的话 肯定是年龄上跟人家同班同学 都差出来了两三岁 肯定是就是不太好的 然后其次是其次就是这个同学的氛围 就是这个成绩 我爸怕我退级之后 在班级也得受到欺负 然后他们就接着又给我找其他街道的学校 但是哪个都不行 只要是一考试都是六七十分 两科加起来六七十分 然后哪个学哪个老师都不愿意要我 最后那个找了一个补习班的班主任 跟着人家上了两个月的那个暑期的补习班 哎成绩稍微好一点了 然后就是靠着这么仅有的两个月的交情 然后我爸他们又是送礼又是送钱的 然后就把我塞进了这个班主任所交的那个学校 就是那个班级 也是街道上的 然后正好是上六年级 我也没有退级 就是开学前我爸还要求我说 你要在短时间内让让其他老师知道 你学习还是不错的 其实说起来是很容易 但是说起来真的挺难的 就是你毕竟你自己的基础就没打扎实 准落下来就是落下来 而且人家城里的那些孩子们的学习习惯 主事习惯 还有那些杂皮的思维逻辑习惯 跟咱都是不一样的 进了人家那个班级之后 我已经很努力很努力的在学习了 而且就是晚上放学之后 我爸又给人家这个班主任掏钱 让我跟着那个班主任一对一的学习 就给我补习那些落下的课程 就每天基本上都从下学放学5点多吧 然后基本上就是到晚上10点 跟着人家学 然后我爸再去接我 就学了整整一个学期 成绩在人家班级 才爬到那个中上有的位置 最后上初中的时候 又是家里边给花钱 上了一个重点的初中 那个初中更是各个小学 八家的孩子都在里边 你看我在里边的成绩一直很稳定的 就是处于那种中下游的水平 中下游接近末尾的水平 就是努力也是跟不上 就是包括就是老师讲的那些逻辑方式 那个思考问题的方式 基本上学的也有点吃力 然后又上了一个一般般的高中 高中基本上也就不好好学了 就是倒数 但是后来受了一下四级才好好学 考到我们那个高考年级第六 才考了一个大专 上大专又是一般般的大专 但是我大博士从我身上吸取了 经验教训的 人家从小他就把我那个堂配送到县城里上小学了 就是读到重点小学 重点初中 重点高中 然后人家高考轻松一考就是211 然后现在是在那个中科院读研究生的 我估计很快就要考博士 我感觉他工作之后肯定是比我有出息 最起码在工作上的选择权上 人家就比咱多很多 所以我感觉肯定是比我有出息 说到这里会不会有人嘴我呀 就是说谁谁谁小学没毕业 现在大老板 或者是谁谁博士生 现在给人初中文化的打工呢 但我觉得个例终究是个例 因为咱们绝大部分的这种 普通人群的收入 还是跟自己所接受的这个教育程度 思维方式演戒格局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重点小学 确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一般来说重点小学 肯定是里边有很多负责任 而且很专业的这些老师在教学的 而且小学正是7到13岁的这个年龄阶段 也是人生中什么理解啊分析啊 还有通合能力 这一步更强的阶段 这个阶段如果说错过了 那就真的错过了 就是补的话估计都不好补 所以说我以后如果是有了孩子 我肯定也会尽全力 让他去一个重点的小学上 所以现在得加油干了 我们这一代人多努力一点 那下一代人就会称重一点 资源也会多一点 加油